二十五年前 電視劇包青天 紅片全臺 飾演最帥 護衛展昭的香港藝人何嘉靖 儘管當時只有三十四歲 但英俊外表猶如二十出頭 現在已五十九歲的他 臉雖然變得比較風雲 卻讓人驚嘆 男神怎麼都不老 更讓觀眾好奇的 還有他和立委高金素媒 曾經立下的這個約定 曾經的諾言 高金素媒早早一步微笑表態 沒有將終身託付給何嘉靖的打算 原來是因為 時常更新 生活帥造 卻也被眼尖粉絲發現 都會在照片寫下阿彌陀佛 似乎也心有所屬 心思都放在佛祖身上 恐無心管紅塵俗世 雖然今年十二月 何嘉靖就將迎接 六十歲生日 但恐怕失約不會取高金素媒 知道嗎 四年以來 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另外一個女人 梁真一九八九年拍戲劇 《不了情》 《殷戲結緣》 《假戲真作》 即使分開多年 依舊是好朋友 只是當年相守的默契 如今恐怕已不算數 一行像佛 這樣的結果似乎也不讓人意外 接著你於下一題的報導 和《白頭子》